來到馬來西亞奔城 要麼不看房子 看房子 我就覺得是不滿足的 要麼為什麼呢? 在香港也是住房子 雖然說房子大而已 今天看了兩間 一間1400呎 一間1600呎 但是 就是 千多呎 香港人有些也住到了 要麼不來 一來就來大一點 今天看了一間7000呎的 這個房子 這個社區也不錯的 這裡全部都是低密度的 屋苑式管理的房子 因為有時候 在這些地方住房子 你就會擔心治安問題 那麼這裡 就相對小一點 因為它屋苑式管理 門口進來就要拍卡的 而且也要登記 那麼這個房子也OK的 我們一起看看這個房子有多... 多... 好了 那麼這個房子 那個廳大概是 二千多呎左右 那麼當然你可以分了客廳和飯廳 那麼這裡有樓梯 有一個升降機 但是我自己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看看這裡,OK? 我最喜歡就是 有泳池 家裡自己的泳池 但是當然有小朋友呢 就要擔心一點 因為可能有危險的問題 那麼這裡有一個L形式的泳池 外面還有一個花園仔 可以種一下花 這個花園 種了一點點花 雜草來的當然是 那麼L形式的泳池 如果植的泳池就沒那麼好 我自己喜歡L型的 因為L型你才方便 柔軟一點 因為如果是直的 除非房子真的大到離譜而已 但是當然有小朋友 我也擔心我女兒 會掉下來 所以 有辣有不辣 除非你鎖得很謹慎 否則就麻煩一點 好了,那先看看廳 廳另外一邊也可以種花了 兩邊也可以種植 那麼有一個 小小的雜物房 這樣開不了 然後呢 這裡剛剛那個可以做廚房的 這裡就是廁所了 這個廁所是非常小的 這麼大的房子來講呢 只有幾十呎的廁所 我覺得有點過分 看看樓梯吧 不要經常搭升降機 OK,我們來看看樓梯了 樓梯 走上來之後 拍不到你們,放心吧 裡面的房子就大了 這個廳就不算大 房子就非常大 我們來看看主人房 這個是主人房 嘩,說話有回音啊 主人房很離譜 主人房這裡我估計 六七八尺吧 我嘗試一下從這道長角走到對面 兩棵牆走多遠 一步、兩步、三步、四步、五步 六、七、八、九、十、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步 十五步才在兩棵牆上走完 走得很瘋氣 我來到馬來西亞這麼久 我終於見到第一個浴缸了 雖然這個浴缸是比較小的 不足以和我老婆鴛鴦肉 但還是不錯的 有兩個聖盤 還有一個智能的馬桶 這些全部是交樓標準的時候有的 這邊就有Shower 這是第二個廁所 這一層是二樓 二樓還有兩間比較小的房間 這些小房這裡 好像香港普通的一間 主人房一樣 八多呎 裡面一樣有套廁的 這邊這一間也是 第二間也是八多呎的 裡面也是有套廁 上三樓了 這裡的屋苑是提供三層和四層的 四層的那些 泳池比較大 又有機會多一層 然後下面 就多一個Basement 四層的那些就等於五層樓 差了一百萬 馬幣 這裡是 三樓的主人房 就略小於二樓的那間 但是陽台也是挺漂亮的 下面那個陽台不過它封了 現在就看到陽台了 哇這個浴缸又OK的 沒有下面的那麼漂亮 但都OK 這裡有一個 Puptick的廁所 這個就可以給工人用了 我相信是 這裡這間我喜歡 這間有一個玻璃房門 可以做書房 Dancing room Function room 小朋友的活動房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 活動 工作 最後一間房 最後一間房 哇 這間房是跟這個活動室是連通的 所以這邊可以做小朋友房 活動那邊可以做書房 平日工作的時候就看到女兒在做什麼 這裡又有浴缸 不過這個可惜就是沒有天桌 沒有天桌就窄一點 最後這裡開價多少錢呢 他跟我說就是4m4馬幣 4m4馬幣 就是圍上來800多萬港幣 7,000呎 7,000呎不是 不算外面的 7,000呎是實用面積的 7,000呎不算外面的花園 算是泳池 但是不算外面的草花園 這裡就是大概800多萬港幣 香港如果你有一層500呎的房子 你放出去是1,000萬左右 那就夠這裡 就買一間7,000呎的房子了 那我在台灣坦白說 我看過台灣那些 透天屋 就是台北、新北、新竹 那些呢 有些去到1億的台幣 大概2,000多萬 才買到這些質素 否則你說新竹一些 真的很郊區的那些 這裡都可以 3,000多萬台幣 但是這裡就值得很多 而且這裡是來市中心很近的 這裡去Georgetown 駕車下去都是10多分鐘 當是15分鐘 去市中心15分鐘 但是我說新竹那些呢 去新竹竹北市 都要8、9個自車 如果你去台北 都要整個兩個多小時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講性價比呢 這裡就比台灣的透天錯 是高很多的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泳池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就是不用紮固池 如果有泳池的家庭就不用紮固池 出去紮固池吧 是不是? 多麼過癮啊 那這些真是 來馬來西亞買樓買這些 那麼 所以找你們 介紹一下吧 買樓找誰啊? 找Jordan 找Jordan OK 你是不是叫Michael 我不叫Michael 不是Michael Jordan 我叫Jordan OK Jordan but not Michael Not Michael 那我就找你了 你留個WhatsApp WeChat在下面 沒問題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 你覺得太適合了嗎? 是不是要 弄個軟景 軟景是這樣的 下面這裡還可以拍到多少個車呢? 拍到 這裡的話 大概是可以停到六部車的 六部車停到 哎呀,真的離譜了 但是它有頂的 停到兩部而已 如果有個屋頂 有個屋頂停到兩部 之後呢 這裡有 是啊 之後這裡有 有頂好一點的 下雨的 正啊 大家就是怕空虛吧 哈哈哈哈 是啊 還有做家務 也有一個問題 但是這裡做家務 請人也不是難啊 也不難 如果請終點要請多少錢啊? 終點的話 一個小時我們計算差不多是40元 40元馬幣一個小時? 就是80多元港幣一個小時 但是一看車的位置 但是這裡呢 這麼大 你請一個人就不行啊 對 最少呢 就要請兩三個 請兩個人啊 一個人負責一樓 一個人負責一樓呢 一個星期來兩次啊 嗯 是不是? 這樣做清潔啊 做清潔 是泳池清潔麻煩一點 如果不然會建青台 因為如果泳池清潔的話 你可以跟那個 管理公司 哦 簽好像兩年的合約 他們幫你維持 哦 就是可以找清潔公司做 清潔公司做 但是收了一貴不貴呢? 清潔 一年呢 一年呢 一年如果是部電梯和泳池的話呢 是差不多4000多兩個 4000多連部電梯和泳池 一年 一年 就是8000港幣左右 是 那麼可以啊 可以接受的 是 如果勤力一點就自己做吧 反正搬來沒事做 兩家 滿還是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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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